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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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 現在要為大家介紹就是 漫畫人物眉毛的畫法 漫畫人物眉毛的畫法 眉毛 一般我們在畫眉毛的時候 我們稍微要注意到 少年跟少女漫畫 或者是男孩子或女孩子 他的眉毛長的位置 就有些不太一樣的地方 正常來講我們一般正常人 漫畫的眉毛 漫畫的眉毛 他的位置 正常人的眉毛位置 這個寬度 眉毛跟眼睛的寬度 其實是大約我們手指 大概十指 一般以十指的寬度為基準 大概就是一個十指的寬度 一個十指的寬度 可是如果說 因為我們在漫畫表演上 會有一些需求 所以說有時候這個寬度 就是一個基本的參考 尤其像少年漫畫 我們在畫少年漫畫的時候 我們常會把眉毛畫得比較靠近 會把它靠近一點 讓他眼神集中 讓他眼神集中 甚至說我們在畫眉毛的時候 這個眉毛尾端通常也會超出我們眼睛 讓他看起來會比較有力一點 有力一點 那像少女漫畫的眉毛 相對會距離眼睛比較高一點 高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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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會發現說 少年漫畫眼睛 這個上面的眉毛 它的濃度 它的厚度 形狀會比較具體 而且比較厚 少女漫畫呢 可能簡簡單單的 一兩條線的構造 就把它描繪出來 如果說你今天少女漫畫是畫得很粗的眉毛 相對你會發現說 這個少女漫畫 這個角色的個性會比較強烈 而且少女漫畫的眉毛 它一般的長度 通常也不會超出 盡量不要超出他的眼睛 讓他比較有現象 一般我們在畫眉毛 眉毛基本的形狀 通常從細開始 這是一般最細 細的眉毛 細的眉毛 那我們可以在前面尾端的地方 我們可以加粗一點 加粗一點 那你會發現說 加粗一點 感覺說整個人物更具體 眼睛的輪廓也更清楚 那像剛才講 如果是以少女漫畫來講的話 或少女的眼睛 我們眉毛畫得比較上面 你會發現兩者之間的差距 這樣子的感覺 他的表情的感覺會比較集中 會比較具體 那他感覺會比較 比較開 比較鬆開一點 所以說少女女孩子畫的眼睛 眉毛就不用那麼聚集 不用那麼聚集 那麼糾結在一起 女孩子我們可能給他 稍微開一點 讓他看起來比較開難一點 那眉型有粗 粗 粗 粗眉毛 你看 粗眉毛 我們畫完粗眉毛 你會發現說 粗眉毛 感覺這個個性比較 他會 他的個性上面來講 會比較激烈 細一點的眉毛 又不太一樣 細一點的眉毛 又不太一樣 甚至我們這樣子的眉毛 眉毛眉型不一定 可以看你自己依照 角色的一個設定去做 不同眉毛的眉型 形狀 粗 寬 窄 都會影響到這個人物造型的 一個特色 還有他本身代表他本身個性的 一個代表 一個代表 還有就是 整體的一個年齡 年齡的差距 我們也可以利用這個眉毛 來做一個 差距的一個 象徵 所以說眉毛眉型 如何去取捨 就要看你一個人物設定的一個 基本的一個 考量